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我们眼前的这片群山中发生的故事为背景 曾经孕育出十五的月亮 望星空等广为传唱的歌曲 这些歌曲记录下了当年束手边关的将士们对祖国满腔的功诚与热血 也感动了一代中国人 时光变迁 当年热血沸腾的狮子山上有着怎样的崭新景象 我们走边关云南段的第一站就选在了中央 咱们连队驻守在中越边境上有很多少数女战士 他们的多才多艺 在边防部队和驻地那都是远近无名的 一路上 团里的宣传干事很少提驻守狮子山的官兵是怎样巡逻的 却对边防三联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 尤其是提到一名瓦族战士 歌手小黑 在连队 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瓦族战士 歌手小黑 人如其名 初次见面 战士陈向斌有黑的肤色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边防部队会唱歌的战士有很多 那么这个瓦族黑小伙又有着怎样的实力呢 和陈向斌一起演唱的是他的搭档 外号叫做小胖的战士刘明晴 面对摄像机 这可自称为黑胖组合的乐队 没有丝毫的害羞与拘调 这场大方的为我们表演起来 天赋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电防县 是小黑陈向斌原创的歌曲之一 虽然我们初来乍到 对云南的边防县还区乏了解 但是黑胖组合充满激情的演唱方式 还是深深的大动漏 歌曲中透露出来的 边防军人的豪迈与激情 足以让现场的每个人为之感动 如果说瓦族能歌善舞的民族特点 从小培养了陈向斌激情四射的表演方式 那么六年的边防生活 又激发了他怎样的创作灵感 你的肤色是天生的吗 还是来到这晒的 是天生的 陈向斌是云南苍原县人 从小就喜欢音乐 二十岁时抱着走出大山的愿望 韩军来到了文山郡分区某边防部队 由于刚度武时 汉语并不流畅 加上对家乡的私密 陈向斌当心兵时 也曾经历过一段低迷气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可穿着同样的轻转 我们也曾迷茫过为何要来猜绝 这首名为厂长的歌曲 是小黑陈向斌当年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也最能反映出 他在刚到边防连队时的心情 你刚刚买到的车 多大了 二十 刚二十岁 什么感觉 就是无助啊 孤单啊 就开始想 这里 明天我会 是什么样子的 我会在 因为当时 这个部队里面的 这个方牌 分的这些东西 编制这些东西 都一概不了解 不知道还有班长 不知道这个 上车的时候要打报告 然而 这段迷茫期 时间并不疼 在战友和领导的帮助下 陈向斌很快适应了 编防部队的生活 在当地第二年 热爱音乐的小黑陈向斌 遇到了同样爱唱歌的 小胖刘明奇 让人爱好相同 在创作上一拍即合 从此 连队多力队快乐的 黑胖组合 连队的许多角落 也曾留下了 黑胖组合 快乐唱歌的身影 是不是合格的听众啊 有两个虫 哎呀 有两个虫 每天都在这儿一看 有两个虫 你的耳朵是那么大 原来追不飘飘 还累不飘飘 养猪是边防连队后勤生产的重要项目 小黑陈向斌就曾经做过一年的连队饲养员 在普通人看来 养猪的日子单调而乏味 但有吉他和音乐的陪伴 小黑陈向斌在后勤上养猪的日子 却过得有滋有味 就是在这个周眷旁 黑胖组合居然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爱情歌曲 我要抱着你 那你这种情歌是有什么故事吗 不是我 绝对是他 不是我 是你的好不好 绝对是他 我哪里有的 是谁 是你吗 不是我 是他 虽然小黑和小胖都不承认 这首歌写的是他们自己的爱情故事 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 谁又不向往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不过 但黑胖组合始料不及的是 这只在周眷旁创作的爱情歌曲 一经演出 就受到了战友们的喜爱 在文山副分区 几乎每个联队都有自己的联歌 而这首书写在联队文化墙的三联联歌 正是陈向斌作曲并最终完成的 你能教我唱一句吗 是这样唱的 披着硝烟我们一里在 雄伟的狮子山 披着硝烟我们一里在 雄伟的狮子山 从为联歌作曲开始 陈向斌就已经开始学着 用歌曲来表达自己 对边防生活的热爱 而狮子山光荣的历史 首先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狮子山的话 给我这个灵感 最终写出来的就是边防线 边防线 那你带我上去看一下 离这儿远吗 很远吗 狮子山在我狮子方线 大约 就是那座山庄 那个房位是我们哨所的 那个就是你们哨所 对 每当在歌曲创作上 遇到障碍时 小黑陈向斌 就喜欢喊上小胖刘明奇 一起去狮子山哨所 转一转 狮子山哨所 既是当年的战斗前沿 也曾经是边防三连的旧营区 自从2008年 部队修建了新营区之后 连队就从哨所搬了下来 虽然一路上很累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狮子山就在眼前了 现在我心情很期待 非常想知道 你们歌词里唱的那个狮子山 究竟是什么样的 马上就能看到 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刚走到山脚下 路边的一块石碑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雷区 雷区 对 是1999年的时候 当时 看着扫雷的时候 他把这个杯立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这个上面就有雷吗 有 还是全程的有 所以我们不能上去 对 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 这个路子 突然出现的雷区标志 让人多少有些毛骨悚战 然而在狮子山上 像这样的战争痕迹 几乎随处可见 这是防空洞 防空洞啊 对 这是战争时代遗留的 然后 我们现在能 可以 这个门还可以关上 对 那我说话还能听到回声 现在 这个洞长 共长有180多米 然后通到另外一侧 通到另外一侧的 夏天的时候 这里体验快乐 上面搜索的战友 因为太热 外面太热 都喜欢来这里 听下风 然后我当时 喜欢唱歌 也到这里 在这唱歌 回声也好 对 在洞口唱歌 他有一种 混响的感觉 吉日的防空洞 如今成了战士们 纳凉的地方 当年的猫耳洞 也成了连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好地点 猫耳洞的作用也就是 引壁 把人泡河洗击 这是一个椭圆的 椭圆形的洞 对 从这钻过去是吧 对对对 我先去感受 真的是只有蹲着才能过 我刚才尝试能不能 能不能半蹲着 这样比较快 真只有 只有蹲着才能过去 穿行在哨所的猫耳洞里 耳边仿佛还能听到 隆隆的泡声 在冰冷的坑道里 多少年轻的生命 曾经在这里热血沸腾 拥有着多少如花的生命 在这里凋溃 很费时 很费力的 因为你是趋着腿 再往前走 你根本用不上力 而且在你有一定 促重的情况下 我这个包还不是很沉 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战士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很艰苦的 这里有一股诗 是当时一位四川级战士 在正地打仗的时候 是的 这首诗讲的意思其实就是 这个地方的山 或许是在边防线上 没有鼠山那么美 但是你们在这里 为他奉献青春 使他安宁 我这样解释可以吧 可以 对我来说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就是壮士仙春这种感觉 奉献的感觉 然后 其实这首歌 也是编防线的元素 美首歌的元素 就是编防线的元素 写下这首诗的战士 当年也只是二十多岁 虽然不知道 他最终的归宿在哪里 但每次行走在这里 作为三十年之后的编防军人 陈向斌总是能联想到 许多东西 触摸着曾经战争的痕迹 创作的灵感自然攀搏而出 那种感觉更不一样 可以看到群山环绕 我们还没有上到顶峰呢 就能看到这一片的山 连绵的山 连绵的山 到这儿你有什么感觉 有很多的感触 你有很多心里面享受的话 保留下来 让它成为一个作品的时候 都没说 就自己在心里面酝酿 把这种第一次的感觉 存住 留下来 追逐英雄的足迹 唱着英雄的歌 不在乎青春 甚至于多少 就是这种感觉 踏上观察哨的顶层 就到达了狮子山的制高点 这就是狮子山的主峰 感受一下这峰 怎么样 好开阔呀 喊喊的感觉 有 要不要喊一下 有 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山邦 就是越南境内了 这边是咱们中国的地方 顺着小黑所指的方向 曾经让我们感到神秘的国境线 一览 昔日战场上的喊沙声 游在耳边 而现在的脚下 却是一片安宁的土地 以前这些地方 或许神经是猫咪的山林 但是因为打仗了 被炮火洗击以后 树子被都被炸 炸没了 春天到的时候 这里是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所以就说 在歌词里面就说 那些花儿为什么那么美丽 就是因为有那些英雄 撒下的鲜血 或者是自己的牺牲以后 其实不真正站在这里 也体会不到 就是你看着边防线 然后走过巡逻路 看着春天会开放的漫山电影的鲜花 你就能想象到 当时和现在 当时和现在就差不多大了 以前是在战争 但是现在您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是 我们这边是我们的集市 然后在那边是越南的集市 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通商的地方了 我们在这里守护的 就是安宁了 战争的消炎凡日 如今 小黑的连队 驻守在和平的土地上 这些都化作了 他创作边防线的灵感 所以每次在狮子山顶 唱起这首歌时 小黑总是饱含机器 听胸的哲会 能在伤互 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 που在害怕快不下水球 来吧 加油 别再徘徊 来吧 剩佑 我们一起散 来吧 剩佑 我们一起唱 站在哨所顶上 再次听着小黑与小胖 在风中为我们演绎的这首颠防线 接着一下子明白了 这首歌中所表达的全部响意 青春 汗水 寂寞 还有这新一代边防军人 滚烫的赤子心灵 与浓烈的树边豪起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歌 有一天能让更多的人听到 不是只有自己的战友 或者不是只有教自己的指导员而唱 对 我有想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的边防线 对 我们的边防线是第一个 关键是很多人现在 不一定会知道边防有部队 现在的边防是什么样子 对 其实是很漂亮的 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告诉别人 我们是边防线人 我们是边防线人 我们是边防卫视 那你这首歌有录过吗 有录过 有录音笔录过 就拿录音笔录啊 对 那效果能好吗 那肯定是不会让你录 上午可能有点差强人计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设备等等 这些东西录不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到录音棚 或者这些地方去 这首歌真的打动了我们设置组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很想帮你们完成这个安慰 行吗 你们觉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时刻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 心里都有剧本了 是吗 那这样吧 我们今天晚上商量一下拍摄方案 好不好 好 然后明天就去拍 来 耶 昨天我们讨论拍摄方案 讨论到很晚 今天设置组又起了个大早 因为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帮边防线这支歌拍MV 时间很紧 而且今天天气看起来有点阴 不知道一会儿行动路上会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拍到想要的效果 帮他们实现这个心愿 出发 由于时间仓促 我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 拍摄一些镜头 但是在我们眼里 战士们的每个身影 每个印度 都是最完美的MV画面 第二天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我们离开了边防三连 在此后的云南八千里边防行动 每当我们感到疲惫时 耳边经常就会响起 狮子山上黑胖组合的歌声 美丽的狮子山 光荣的狮子山 青春的狮子山 狮子山上的歌声 将会永远留在 我们心中 将就我们一起唱 站在主国的殿方线上 肩负着神神是你 站在主国的殿方线上 我们都是殿方线上 我们都是殿方线上 又一个清晨 为了体验云南客友的原始森林 巡逻路 走边关设置组 跟随文山军分区 某边防团九连官兵 踏上来 先往大黑山的巡逻路 明天请继续收看 走边关第二季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跟长着同样的军装 我们也曾迷茫过 为何要来参举 那时候 我们都还有孩子 想嫁的时候 就会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